Come on y'all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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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管是什么原因 恋情的时候 只有对艺术的顶礼膜拜 才是尊重艺术 唐天天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最近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再次警告你 作为我的学生 是不能谈恋爱的 你让人正好 帮我查个资料 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 你找我来的事实际上 你找我来就是为了这个 你找我来就是为了这个啊 麻烦你以后能不能不要随便乱打电话给我 你知不知道这样很耽误我学习的 算了 我还是把电话还给你 别别别 千万没这样 手机是现在社会的通信工具 我要真有心事找你那怎么办 不管怎么说 你也是我的女朋友嘛 没手机那可不行对不对 你错了 我是高级保姆 像抄资料啊 打扫卫生 煮饭煮菜的 这才是我应该做的 对了 你晚上吃饭了吗 你这一说我还真觉得肚子饿了 不过老是你做的方便面 我都吃恶心了 我开玩笑的 其实你做的方便面很好吃 我学会做青椒土豆丝 我做给你看看 好好 不过你最好再炒一个番茄炒蛋 对了 冰箱里还有罐午餐肉 你顺便帮我蒸一下啊 谢谢 是 大少爷 要求还那么高 有意思啊 真有意思 什么有意思啊 我在想 以后要是结婚了大概也就这样 看着老婆烧饭烧菜 也是一种享受 说什么呢 谁是你老婆啊 我现在做家务 也都是为了还起你的债 别把其他什么事情都给绞进来 我只是比喻嘛 都没真把你当我老婆 再说你要真想嫁给我 我还得考虑考虑 不过以后我的老婆 还真要具备一些你身上的素质 你到底要不要吃饭 看着我干嘛 你也吃啊 走 唐克 我发现你吃饭的时候最可爱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吃饭的时候神情很专注 很认真 不像平常的你 你说我看 我平时怎么让你讨厌呢 我只是瞎说的 你还当真了 田田 你一定要说出来 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啊 你好像就像一面镜子 通过你啊 我能看到一些自己看不到的东西 所以啊 希望你对我直说 我有哪些不足的地方 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看你惊讶的 好像在看一个外星人一样 这些话从你嘴里说出来 跟看到外星人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你太自负了 根本不把一般人放在眼里 OK 自负 我记住了 就是自鸣不凡是不是 应该说 你是一个很优秀的男生 懂得四国语言 将来也肯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外交官 只是 你要把你身上的缺点 谁啊 接电话 真傻 赛哥 是冉冉冉打来的吧 你别关机啊 要不然她又要生气了 让她生气好了 那公主脾气真是太过分了 现在想想 我当初那么追她 真是可笑 怎么 你现在不追她了 现在啊 现在是她追我 我 每次都是她打电话给我 我呢 高兴就哄哄她 不高兴呢 就走人 怎么会这样呢 唐克 这肯定是你不对 阮冉冉的个性那么要强 你是知道的 你这样对待她 她怎么受得了啊 到底你们是一个宿舍的啊 你已经这样帮着她说话 你知道她是怎么折磨我的吗 那天打保龄球你也看到了 她莫名其妙把我叫出去 又莫名其妙地对我大吵大闹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我陪你们玩 没陪她玩 你说她是不是无力取闹 女孩子嘛 都会有一点小脾气的啊 那你呢 你忍受我那么多的折磨 我最多也就是流流眼泪 再说 你受了我的折磨 也不是为了你自己啊 是为了帮别人还债 唉 你们两个啊 一个是天一个是地 没法比啊 我妹女说得那么好 你还是赶快打电话给明明吧 不然她会误会我们的 误会我们 误会什么 哦 你是指她真会把你当我女朋友啊 好啊 就让她这样认为好了 不行 我只是你名义上的女朋友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但是就是不能借这协议伤害别人 好了 好了 我知道了 我给她打啊 真是 打了也没用啊 汤克 你真敢帮我电话 你现在脾气越来越大了是不是 你脾气正常了你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你这么对我到底什么意思吗 你在干什么 如果明天在冰淇淋店见不到的话 你肯定就死定了 听见了没有 汤克 你怎么总是看表啊 你有什么事吗 我要去图书馆看资料 马上就要补考了 恐怕不是吧 你有什么事说出来没关系啊 我不会生气的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你心里清楚啊 你要不愿意跟我在一起 你可以明说 不用找那么多借口 我心里清楚什么 我要找什么借口 我希望你把话说说清楚 不要胡搅蛮缠好不好 我胡搅蛮缠 是谁胡搅蛮缠 我胡搅蛮缠你什么了 你跟我说清楚 你轻轻点行不行啊 我又没有错 为什么要低声下气的 好好好 好好好 我低声下气好不好 来 快吃吧 吃完我们就走了 我刚吃完 我还不急着走 要有事你先忙你的 你说的啊 那我去读书馆了 喂 唐克 你给我站住 你还真的要走吗 大小姐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唐克 你必须要弄清楚 我们之间是有合约的 我希望你遵守协议 不要做一个言而无信的人 我还真是个笨蛋 居然跟他签这种协议 我还真是个笨蛋 居然跟他签这种协议 我是自找罪受 为什么餐厅开得好好的 要停业呢 傻瓜 那肯定身体有高就了 对了 最近学校里啊 都在谈论 音乐餐厅关闭的事情 你们知不知道 真正的原因啊 有什么原因啊 钱不够了才倒闭的呗 才不是呢 我听说啊 是因为林舟师哥 他以前的恋人回来了 他以前的恋人回来了 他为了躲避它 才把餐厅给关闭的 你别道听途说 美美 你说是吗 你们应该去问问他 他现在跟林舟正打得火热 肯定知道原因 不跟你们说了 我要练停去了 阿飞都没喝完 拜拜 拜拜 哎 田田去哪儿了 他 肯定又去见汤客了 冯金姐 现在只有你才能够阻止 林舟师哥了 你怎么能这样肯定 他心里已经很恨我了 你不知道我们之间的事情 有着很深的误会 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的事情 但是我很清楚 蜡烛的微笑就是他为你写的 什么 蜡烛的微笑 是他写的 你们不要走 音乐餐厅还要继续看下去 你要彻底放弃音乐吗 好 那就让音乐对你说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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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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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的什么药 梅子 你别把汤克扯进去啊 他现在可是我的男朋友 你要不相信打个电话 他立刻就到 什么 你已经确定有跟汤克在一起了 真是的 让人家最后一次希望都破灭了 你们不要再说了 再也没有蜡烛的微笑 不行 我一定要阻止他 你们帮我想想办法 我到底应该怎么做 我真纳闷 这和你有很大的关系吗 就算他真离开了音乐 我们还是照样上我们的学 学我们的专业 不是吗 话是怎么说 可是他那么喜欢音乐 他不能就这么放弃啊 我能感受到 如果他离开音乐 他活着一定会非常地孤独 唐甜甜 你就是太自以为是 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行 要不然呢 会吃大亏啊 好 先生 请问一下 新世界音箱公司在几楼啊 上电梯9楼就到了 上电梯9楼就到了 去吧 只能做什么 不得了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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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代表他 但是我必须要代表他 因为 因为这首曲子的发表对他来说 非常非常的重要 先别急 慢慢说 拿杯水过来 不 拿两瓶矿泉水过来 你好 先要分总监 是你找那个分总监吗 是啊 他已经离开电视台 现在已经直接去机场了 喂 你怎么还没到啊 都打了三次电话了 你可别忘了啊 我们之间是有协议的 好 好好好 看到你了 快点快点啊 算了 你 你到底找我有什么急事啊 还让我那么大老远的跑 跑过来 哎 你们不是每天都全跑吗 怎么还 纯这样 是这样 我 你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 有什么事情就说嘛 应该不会要搞什么恶作剧吧 哎 绝对不是啊 我开车带你去你就知道 你今天怎么那么奇怪 到底怎么了 这个人话还真多哎 够好保险带 开车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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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克 我到电影院来干嘛 这还用问吗 当然看电影啊 你再说一遍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吗 哎 你给我当了那么多天的保姆 又受了那么多委屈 请你看上电影也很正常嘛 哎 而且啊 今天的电影票是半价 哎 只是啊 我不知道你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片子啊 哎 不过我想啊 美国大片你肯定喜欢看对不对 你真的 请我看电影吗 哎 别受那么客气嘛 谢谢你 只是 只是我想看而已 哎 别愣着啊 想不想吃爆米花 哎 真是倒霉啊 看到你这种穷人 那只有我来请客了 我看电影的时候不喜欢吃爆米花 因为我觉得把钱花在这上面 太浪费了 真的不吃啊 啊 不吃我吃 行行行行行 嗯 嗯 好像是软明明打过来的 你怎么不接啊 快接 快快接 喂 明明啊 啊 你在哪啊 嗯 我在电影院附近 啊 啊 你也想看电影啊 啊好好好 嗯 我在西南影城 啊 啊 啊 你要过来啊 嗯 好 我等你啊 啊 啊 不过我现在和一个朋友在一起 我看我们还是改天在一起看吧 哎我干嘛非要听你的啊 啊 阮明明我警告你啊 我实在受不了你这种居高临下 生气灵人的样子 啊 对 我以前是能忍受你 那是以前 哎 甜甜 哎 我不是说好了吗 你今天陪我看电影的 我们什么时候看都可以啊 你今天还是陪绵绵看吧 不过我还是谢谢你今天的邀请 哎你放心吧 我已经把绵绵回掉了 不过沈阳她现在生气的样子啊 一定蛮有意思 谢谢 你以前见到阮明明的时候特别害怕她 为什么你现在看到她 都有点很尊敬啊 哈哈哈 你用尊敬这个词挺有意思的啊 哎 不是尊敬 应该说是 敬畏或者是敬仰 嗯 反正我自己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哎 我现在跟她说话居然个理直气壮了 哎 你的电话吧 哦 哎不对啊 这是我给你的专用手机 怎么会有人打给你 来 给我看看 是我哥打的 他怎么会有这个手机的号码 我没有告诉他 是要自己知道的 明明就是你给了你还狡辩 你可以跟我哥来我 谁也不会阻拦你 哎 但你要诚实啊 唐克 我真的没有给过师哥电话号码啊 我知道我也明白 我哥是喜欢你 我也亲耳听到的 哎 但我希望你告诉他 这个手机是我给你的 他可以给你再去买一个 作为你们之间专用的 啊 师哥 你让我现在到机场去 有急试试吗 好的 那我现在马上赶过去 再见 哼 真有意思啊 居然在飞机场的约会啊 你自己打地去吧 我还有事 不开车送你去 失陪 谢谢 师姐 你怎么来了 明就是个 他来了吗 他把电话告诉我 说你今天去法国 他说他来机场 你一点都不在意吗 请你转告他 少抽烟 少喝酒 晚上早点休息 有你在他身边 我就放心了 师姐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也不知道 要看我导师的病情了 对了 忘记告诉你 我很喜欢你 师哥 既然你都已经来了 为什么不当面送他呢 他伤得我太深了 师哥 我想 师姐并不是你所想的那种人 你们之间肯定有误会 对不起 不好意思让你们有多不好意思 我是不知不觉中 就打电话给你 没关系 我的电话给你 是希望你能够需要帮助的时候 打电话给我 没想到 还是我先打电话给你 咖啡 谢谢 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们都喜欢冯金 大家都是竞争者 当年是我成全了你 原来你今天来是跟我算旧账的 那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只想告诉你 是你对冯金的行为 让我又有了机会 我再一次告诉你 这一次 我不会再错过 是 我们是朋友 我了解你 不 我们不是朋友 我们是竞争者 妈 我的车呢 我昨天回家怎么没有看到啊 绵绵 你的红色跑车 我借给我的朋友了 不过很快就会还回来的 妈 这是我的车 你怎么能随便借给别人呢 他们说这几天要在这儿查账 为什么不通知医生就来查账 让他们等着 一会儿就让他们滚蛋 喂 你好 请帮我接师傅张秘书长 什么 他不在 哦 请帮我转接 刘副主任 爸 他们是来做什么的 是税务局来查账 没关系的 你母亲能搞定 喂 喂 财务经理过来一下 绵绵 你到楼下等我 我马上就来 那个小李 你把那个王府局长的资料 给我找出来 妈 绵绵 妈 你有什么事情啊 哦 我来拿我的车 妈不是跟你说了吗 朋友还要再见一段时间 妈 没事把我车卖了 你想哪儿去了 我怎么能把宝贝女儿的车卖了呢 绵绵 妈妈向你保证 一定再让你开上红色的跑车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 快回学校去吧 妈 公司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 严重吗 绵绵 妈跟你说过 你小时候受过很多的苦 妈妈会加倍补偿你的 妈妈现在还是这么说 就要妈活着 就让你过上比童年人幸福的生活 妈 妈 没错 我需要的 不是负有的物质生活 而是精神伤 你和周围也能给 喂 哦 张秘书长啊 欢迎啊 谢天谢地 我总算找到你了 没什么 其实也没有什么事情 是这样 公司的财务 出了点小状况 哎呀 其实也是小事一桩 怎么样 嗯 这样今天晚上 我请你吃饭 赵哥 接电话 明明你等一下啊 你找我啊 灯哥 我想见你 你出来一下 嗯 我 我现在在图书馆 嗯 不太方便啊 我要见你 啊 好 好好好 好 明明 你怎么不喝茶 我告诉你啊 这个乌龙茶 也叫功夫茶 是从台湾流传过来的 我妈就很喜欢喝茶 尤其是这种乌龙茶 和杭州的那个龙井茶 还想当外交官了 国外哪有茶呀 我喜欢喝咖啡 尤其是现磨的咖啡 最好喝 英国人其实很喜欢喝茶的 他们对茶很讲究 好了好了 我们也不要谈什么茶来茶来的 唐克我问你 我妈的事情 你爸到底帮不帮忙啊 我和我妈从不过问我爸工作上的事情 她也不喜欢我们过问她工作上的事情 你妈可以直接去找我爸 不过 估计我爸也帮不上什么大忙 她在工作上是六亲不认的 而且啊 她最近就要搬到老家去住了 还说什么可以大显身手 钓钓鱼啊 种种花草之类的 你可以到我家后院去看看 全是我爸弄的那些花花草草盆景之类的东西 其实我也从来不过问我妈生意上的事情 只不过 关于那块地的片的问题 我妈这次好像真的很着急 况且她财务上面也出了一些问题 唐克 这次我妈的事情 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帮帮忙忙 多敲敲你爸的编故嘛 知道吗 没用 我太了解我爸了 准是又一顿臭骂 来 你把我从图书馆叫到这儿 就是为了介绍 唐克 我软绵绵 从来没有求过任何人 做任何事情 不过 你是例外 是 来 给 什么事 你有脸回来 肯定有什么事情求我 快说 是这样的 软明明的母亲 也就是上次你们给我安排相亲的那个 是她让你来说服我的 是不是关于那块地的事 如果是你干脆别开口 我这张手镜正养着呢 爸 您这是干什么 要打我 爸 其实这件事跟我没关系 是明明让我来问你的 是软明明要你来问的 嗯 你听着 我已经打报告给上级领导 要求彻底离开这个位置 因此 我不会为任何人去走后门 再说 在我政治期间 就从来没干过这种事 你是不是觉得你的老爸有点少 儿子 在走之前 爸也想跟你好好地聊一聊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 这几年对你的教育 太过于简单 也太粗暴了点 爸 你跟绵绵谈恋爱 我不反对 只是 你们两个都不要牵扯进你 他妈妈的生意圈里 不管绵绵家里发生的任何事情 你都要帮助绵绵 爸 您刚的话是什么意思啊 我没别的意思 你既然和绵绵交往了 不管以后你们怎么样 我们都要对得起她 还有 你补考准备得怎么样了 你应该知道 你爷爷多么希望你能成为一个外交官 那你自己怎么不当外交官啊 只会要求我 爸当然想当外交官 只是赶上了那个年代 全家人没赶到农村 哪还敢想当外交官的事 你爷爷林总前拉着我的手 祝福我 一定要让她孙子当上外交官 爸 我上次是发挥市场 我保证 我这次一定能考上外交官 好 好 你爸真是这样讲的 那看来你爸 真的不打算再帮我妈了 没有 我爸的样子一下变得很奇怪 还说话很温柔 只是她要我好好照顾你 我不明白她的话什么意思 就说明你爸她喜欢我呗 我本来就是聪明的好女孩嘛 坦克 你听好了啊 你以后必须好好对我 要不然我就告诉你爸 你小心哦 对了 齐人节怎么过你想好了没有啊 我知道你最近在忙着复习考试的事情 但是齐人节也是要过的嘛 你听好了啊 你必须想好齐人节那天怎么过 而且一定要别出心才 过得特别有意义才行 知道吗 我试看吧 不是试试 是一定 一定 一定一定 你想听什么曲子 我免费给你拉 怎么 改变对我的看法了 最起码 不再认为我是坏人了吧 很难说 不过你每天坚持听我拉琴 而且又不打搅我 对于这一点我感觉很舒服 我能请你喝杯咖啡吗 坐 服务生 来杯咖啡 真的不需要我帮助啊 哪怕是唇慈善动 我又不是残疾人没办法工作 虽然我现在很需要钱 虽然我现在很需要钱 但是我希望能靠自己的力量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说实话 你也让我很好奇 你工作这么忙 为什么非要到这儿来听我拉琴呢 这个问题啊 我也问过自己好多遍 我完全可以在公司里或者家里 用最高级的音响播放CD 我为什么偏偏要到这里来呢 后来啊 我清楚了自己的结论 我的目的啊 想看你拉琴 你还是没有说出真正的目的 这人活得已经够累的了 每天为这各式各样的目的啊 四处奔波 我坐在这里替你拉琴 难道还需要目的 每当我陶醉在你情声之中 我的心里就得到了净化 可是我明天就要出国了 可能要出去很长短一段时间 可我希望我下一次来的时候 还能够听到你的情声 和看到你哦 如果你换了地方 千万别忘了通知我一声啊 情人节的时候 你还在这里拉吧 那当然 那一天是赚钱最多的一天 太好了 人都到齐了是吧 我有一件事情要宣布 情人节的那一天 谁送我最贵重的礼物 我就考虑跟他谈恋爱 晓晓 我看你是漫画出看多了啊 你能不能现实一点啊 我要宣布一件事情 情人节那天 有人也会送我一条项链 并且会当着你们所有人的面 戴在我的脖子上面 至于项链的款式 你们也都是见过的 难道 难道 难道就是探客 戴在田田脖子上那条啊 哎 田田 不可能吧 你真的把项链 还给探客了 哎 真可惜 如果有一天 谁送我这样一条项链 我就当场说 我做 哎 那还不容易啊 富贵现成摆在那呢 你让他送你一条 他肯定挺大方的 梅子 你再给我急这事 我真给你急啊 哎 田田 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打工太累了 可能吧 哎呀呀 我们可不能总是想着 这些浪漫的事情了 要学学某些人 他就比我们现实多了 悄悄地赚钱 又悄悄地花钱 最后呢 再悄悄地去勾引别人 哎 你们说 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啊 媛媛 你指桑马怀的说谁呢 大家在一块了快三年了 有什么事 不能放桌面上说呀 你们为了探客这样 一个自以为是的傻瓜 还至于自想残杀 就是就是 我觉得最近 我们寝室的气氛啊 特别不好 我也喜欢汤客 可是我最乖 从来没跟你们闹过 还是我高晓晓最好的 好人呀 就是你那富贵来了之后 所有事情才大乱的 行了 睡吧啊 明天陪我打球去啊 哎 你会不会喂球啊 哎 正式比赛 有你这么打球的吗你 球技不好 谁给你喂球呀 哎 行行行行 哎 今后马上就来了 你再陪我练一会儿 黄河 黄河 你在哪里 见了我还乱喊什么呀 啊 告诉你啊 这是借给你用的 弄坏了 快点赔啊 哎 这可是你硬塞给我的 那那的服务 我 还给你 你敢不要 我 都 queer 这个东西 哦 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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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